2021年12月22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为辉瑞的Pax Lovit发布了紧急使用授权用于治疗轻中度新冠。 该药物包括Nirma Trevor药片和Ritonavir药片,共同包装,虚口服使用。 适用人群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并且有高风险发展为重症的成人和儿童患者,儿童只12岁及以上,体重至少40公斤或约88磅。 Pax Lovit仅可通过处方获得,应在诊断出新冠后,并在症状出现后5天内尽快开始使用。 FDA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主任Patricia K. Vazelner说道,今天的授权引入了首个以口服药物形式治疗新冠的疗法, 这是对抗这场全球流行病的重要一步。 随着新变种的出现,这项授权提供了一种在大流行的关键时刻对抗新冠的新形式, 也让有高风险发展为新冠重症的患者能更容易获得抗病毒疗法。 Pax Lovit由新型抗病毒成分Nirmatrelver和此前的抗病毒成分Ritonavir构成。 其中,Nirmatrelver可抑制冠状病毒蛋白以阻止病毒复制, 而Ritonavir可减缓Nirmatrelver的分解以帮助其在较高浓度下在体内停留更长时间。 该药物需每日服用两次,每次三片,包含两片Nirmatrelver和一片Ritonavir, 服用五天,共30片。 需要注意的是,Pax Lovit不能用于新冠暴露前后的预防, 不用于危重症新冠患者的治疗,也无法代替疫苗接种。 此外,FDA的紧急使用授权不等同于完全批准。 在决定是否发布紧急使用授权时, FDA会评估所有可用的科学证据, 并仔细权衡任何已知或潜在的风险和益处。 根据FDA对所有可用科学证据的审查, 该机构确定有理由相信Pax Lovit 可能对治疗授权患者的轻度至中度新冠有效。 该机构还确定,当按照授权条款和条件使用Pax Lovit时, 其已知和潜在的好处超过了该产品的已知和潜在风险。 对于治疗新冠,目前没有足够的经批准的和可用的药物可以替代Pax Lovit。 Pax Lovit潜在的副作用包括味觉受损、腹泻、高血压和肌肉酸痛。 与某些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导致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 该药物不推荐用于严重肾功能损害或严重肝功能损害的患者。 对于中度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需要减少该药物的剂量。 更多关于剂量说明、潜在副作用、药物相互作用以及谁可以开出该药物的信息, 请参阅重要信息说明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